嗨 欢迎收听 痛痛飞走了 用声音解决你的身心痛点 我是乔兰 我是云辰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继续来带大家关心 如何解决过重飞胖的一些问题 其实在疫情以来 很多人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得宅在家 那健身房可能也没有办法去 虽然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在家的时候 可能可以自己备餐 说不定比较健康 但事实上很多人 因为其实那阵子也是外带很多特价 所以很多人就是找外送 然后去外带 到最后还是吃了不少东西 最近就常听朋友在说 怎么办疫情期间以来 我好像变胖了变圆了 对 或回去上班的时候 发现裤子穿不下了 就是各种困扰 因为之前在家里面 怎么开会视讯 你这下班上会乱吹或什么的 所以就觉得怎么办 这样真的不行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系列 还是要继续来探讨 这个就如何去做一些 就是拯救自己的体重 话说回来 这个系列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肥 那我也是疫情之下 越来越就是身材变圆的一个困扰者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如果说有一点想法 想说从哪里可以起步下手 来改善自己的身材的痛友 有一个比较好下手的起步点 那我们今天就再次请到了 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家庭医学科主治医师安心瑜 来帮我们分享 安医师好 大家好 我是安心瑜医师 又来跟大家分享了 那我们云层其实在前面几集 我们有先专访过安医师 那分享从80几公斤 我真的不敢相信 从80几公斤瘦下来经过 你看安医师这么瘦 我要再补充一下 就是除了学生时代胖到80几 然后后来两胎都胖了十多公斤 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忽大忽小的气球 到底怎么做到这样的 所以我真的听完 我自己也觉得超级励志 所以就是听完安医师的传授 我可能也可以跟着来怎么样 就是跟上你们的脚步来做看看 能不能变瘦一点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那其实大家面对就是过重的问题 近来就是更明确理解到 就是增肌减脂更需要重视 比起说单纯的体重下降 那以前在网络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就是有那个某位政治人物 他的身高体重跟林初豪是一样的 但他看起来就是明显的比较胖 虽然说那位政治人物 现在已经很瘦了 但是其实就是很明显 就是你的肌肉跟你的脂肪 会造成你外观上很大的落差 那安医师想请教就是说 常常说如果说我们摄取蛋白质 好像是可以去养肌肉 那补充蛋白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 美感跟技巧吗 好 那首先呢 再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蛋白质很重要 因为其实蛋白质 它会负责我们身体的 就是修复成长啊 然后还有很多的调节 生理机能都需要蛋白质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很重要 而且刚刚有提到啊 就是上一集有提到 就是说 现在我们一个很大问题 叫做肌少症 其实是从30岁开始 每年大概3到5%就会流失我们的肌肉 那如果要维持肌肉 第一个就要补够蛋白质 那另外蛋白质 还有一些额外的好处哦 就是蛋白质吃了之后呢 比较会有饱足感 比较不会乱吃其他的东西 那有一些研究证实 在蛋白质吃了之后 15分钟再吃糖类的食物 血糖比较不会飙高 而且蛋白质还有一个叫做产热效益 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 有一个部分叫产热 食物的产热 意思是说呢 我们身体要去消化掉糖分 跟消化掉蛋白质 必须要花更多更多的能量 才可以去消化蛋白质 所以蛋白质的CP值是很高的哦 可是刚刚医师你说 如果说我们要吃 就是蛋白质要跟糖类 要间隔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如果说 我今天有一个便当 我就先吃肉 或者先吃蛋 然后再停一下 真是太聪明了 接下来要介绍一个 非常非常小技巧 很简单 可是这个小技巧就会让大家体重不知不觉慢慢掉 真的假的 就是呢 我们的吃饭的顺序 首先是先喝水 先喝水 对 就是先喝500cc的水 这个真的有人去做研究哦 就是500cc的水 跟更少量的水比起来 那500cc就是可以增加一些代谢啊 等等的 先喝500cc的水 每餐 接着就是吃蛋白质 接着是吃蔬菜 最后才吃淀粉 那其实菜什么时候吃都没擦 但为什么要这样的顺序 是因为你吃完蛋白质 总不能等15分钟嘛 就慢慢的吃菜 细嚼蔓延 然后最后再吃淀粉 说的也是 因为我刚想说 这样不就有一段空白时间 所以那段时间 我们就把青菜吃一吃 对 而且要养成细嚼蔓延 要慢 有一种说法是说什么 食物进嘴巴之后 要嚼10到15下 要嚼到这么久 我想这都是一个概念啦 因为 就是像我们 我觉得我们都是那种最不好的示范 像我本身啊 就是每次吃 对 都很急 就啪啪啪 然后就不知不觉吃完 还要配手机啊 看一下新闻 看一下easy today easy today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 对 然后 可是其实啊 就是很多 也都发现啊 因为现代的饮食的关系 都是高油高糖 精致加工的东西 吃东西都没有注意 在自己吃什么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当自己很想要 吃一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可以静下心来 好好的吃食物 然后去想我在吃什么东西 去品尝食物的味道 这也很重要 所以其实 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说 哦 要嚼几下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细嚼慢 也是很重要的 可是以前很多人 不是喜欢那种 就是饭啊 肉啊 一起吃啊 或者甚至像是 像是韩式料理 不是这种拌饭吗 都全部都一起吃 那种是不是就其实 某种程度上就是 比较NG 比较低 当然一般人是没有关系嘛 因为其实啊 就是等一下会跟大家提到 肥胖真的不是谁的错 其实上一集有提到 很多人都觉得说 肥胖你一定是 你要少吃多动 刚刚有上一集提到的是 少吃多动是错误的观念 而且很多肥胖的人 他其实是整个身体的荷尔蒙 是混乱的 那有哪些荷尔蒙 比如说肥胖的人啊 就会导致说 我们很多的发炎的 发炎的物质 TNF 阿发 会在身体乱窜 就让我们的这个 我们肥胖还有这个受体素 肥胖的人受体素会失去功能 然后很多就比如说皮脂醇啊 腿黑激素都会去影响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为什么有的人胖 有的人就是瘦呢 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 我们的身体 其实有个体重的一个定点 每个都不一样 那可以分啊 有一些人他就是怎么吃 他就是天生就不太会胖 是抗胖的体质 有一些人 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这样 就是对比较容易肥胖的体质 有一些是肥胖敏感 就是真的会胖到那种 100公斤 200公斤 对所以其实肥胖啊 是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它并不是因为一个人 不愿意运动或是吃 就是吃 不想吃太多这样子 是很复杂的 等一下可以再更多的一个介绍 那刚刚提到蛋白质啊 其实蛋白质刚提到 是吃的时间嘛 吃的时间 好 还有另外一个吃的时间点 就是运动后半小时内 通常在运动后半小时内 是一个身体最需要 我们的蛋白质去合成吸油 所以那个时候吃CP值很高 那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其实有一些研究都发现说 很多台湾人很多蛋白质吃不太够 为什么 尤其我常听到有一些老人家 就是说阿姨 我吃得很清淡的啦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都吃什么 他就说我都没吃肉 吃白饭 我好像把饭 还有菜 还有很多菜 对 没有蛋白质 对 而且淀粉类居多 所以很多老人家血糖就控制不好啊 而且还有肌少症这些问题 所以量很重要 量要怎么抓呢 我们目前的国民营养建议是 每公斤要到1.1克的蛋白质 那其实假设今天是要预防肌少症 可以到1.5克 如果要增肌减脂 可以到1.6克的蛋白质 简单来说一个60公斤的人 他大概是要吃96克的蛋白质 相当于我们一块那个7的鸡胸肉 大概就是25克嘛 所以要吃到三四块耶 一整天 对 所以其实那个量是很多的 如果真的要增肌减脂 好像原来吃起来会吃得很辛苦耶 那都要四片鸡肉 太多了 而且其实完全是动物性的也不太好 所以其实是可以混搭的 就我们很多的食物 对 蛋一颗大概是7克 那我们有很多的食物 像是鱼啊海鲜 都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那还有像一些黄豆制品 也都是很好的来源 所以刚刚提到量的部分 接下来讲到品质 什么到优质的蛋白质 就是我们的蛋白质 有分完全蛋白 不完全蛋白 动物性的奶蛋豆 这些会比较好一点 那黄豆是唯一就是 植物性的里面 是比较偏向于完全蛋白 大家可能都忘记了 那是好久以前的 那个营养学了 大家可能都听过 因为不完全蛋白 很有趣的一点是 像是一些豌豆啊 这些或是毛豆 这些不完全蛋白 它到身体之后 没有办法吸收的很好 完全蛋白会吸收的比较好 所以像有一些 就很多 再回到刚刚蛋白质的一个问题 就很多人都会说 哎呦 以前 这样子会不会对肾脏负担很大 其实一般来说正常人 正常肾功能的都不会 那如果说甚至是肾功能开始不好的 它蛋白质不要摄取那么多 但还是需要 而且这个时候 如果肾功能不好的 就更要选优质的蛋白质 因为如果说是那些不完全蛋白 到了身体里面之后 它没有办法去那么好的吸收 就会变成就是排泄变淡 就对肾脏是一个负担 所以刚刚有提到几个点 然后再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第一个蛋白质的量要够 那最好是可以分开吃 一次吃很多 比较不会吸收变热量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品质 要选优质的蛋白质 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动物性的蛋白 还有黄豆类制品 那其实有很多研究也显示了 你的每一周里面 部分就是用植物性的蛋白 来做取代 对肠味道也是很好 那接下来就是吃的时间点 时间点 时间点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运动后半小时 是个很好的时间点 有血糖 想要让血糖更稳定的人 那可以怎么做呢 吃东西的时候 水先喝500cc 蛋白质青菜 然后淀粉放最后 刚刚安医师你有提到说 就是要吃蛋白质 吃对是对那个身体的肌肉 生成是蛮重要的 吃够吃对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是我们运动完之后 又要补充一些食物 像是我们要吃晚餐的话 我们除了蛋白质之外 还会建议在吃什么东西 就不会增重 但是又可以维持我们足够的热量 其实啊 就是蛋白质跟脂肪跟青菜 对 尤其是脂肪 就是在好几年以前 就有很多的争议 大家都说你不要吃太多饱和脂肪啊 对不对 然后你要多吃 你要 比如说要多吃其他的骨类啊 等等的 所以 可是后来发现啊 脂肪其实并不是最大 让我们可以体重爆表的凶手 而是糖 对 对 然后所以适当的脂肪 它其实也会增加饱足感 然后像 那脂肪 就是比如说油脂类的部分啊 其实后来发现啊 就是很多的那个植物油啊 就是要胜选 因为我们有 Omega 3跟Omega 6 那有一些油 它Omega 6太高 对身体也不太好 要选Omega 3高的 像比如说是 橄榄油就是一个好选择 所以像地中海饮食就很强调 橄榄油要够 所以再回到刚刚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运动后 总热量当然是不要太多 蛋白质要够 然后青菜的话是要适量的 然后好的油脂也可以 然后淀粉类还是尽量少 想要好奇问一下医师 就是其实最近有一种 就是断食法 168断食法的那种 吃饭方式非常的红 其实大家都也都口耳相传 而且我身边也有朋友 他是真的是 照这样子饮食 就是可能真的是有瘦一些 那其实有点好奇 像医师是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断食的饮食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断食的时候 可能就是 因为只有八小时可以吃嘛 可能就是要不然就是 早餐吃然后之后晚餐不吃 或者是从中午开始吃到晚上 那如果说刚好到 因为刚刚说运动完要 就是可能要补充蛋白质 然后如果说刚好到 断食之间的时候 再补充蛋白质的话 会不会跟这断食有一些影响 这个有分几个 就是168真的很红 而且他其实是有 之前就是在一些 比较大的期刊有登出来 就真的是医学实证 有一些好处的 会因为他有同体的产生 会增加燃烧脂肪等等的 我相信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那只是说啊 168它最终还是要回到 你吃的总量 因为其实我有病 我有病人是很成功的哦 那有病人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剩下那八小时 认真吃 对 所以其实这是不违背 就是蛋白补充好的饮食 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你没有一个好的饮食 你过量了 热量过高 能量不灭嘛 所以你吃多了 肯定就是会累积在自己的身上 就没有效了 对 所以其实就算是168 也要配合好的饮食习惯 他就会成功 所以不是说八小时之内可以 可以无限吃 那就当然是没办法 对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当然运动跟168 通常的话就是 可能要自己调一下啦 对 因为其实CP值高的做法 就是运动后补充嘛 对 其实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运动跟168的时间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它可以重叠在你运动的时候 吃 然后在你吃东西的时间 对 这样就可以CP值会最高这样子 对 没错 所以它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哦 了解 就是互相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 对 我想要稍稍补充一下 因为我就是用运动加上168 然后有瘦了一些这样子 明明就很多 你多久瘦 我最近感觉你超瘦 超瘦 我刚刚看到他也吓一跳 我大概从五月到现在瘦了十公斤吧 对 然后我是 就是我真的是会把那个168的 可以进食的时间放在我运动的时间里面 所以我可以吃饭的时间是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 那我大概就下班后大概八点多的时候去运动 那我运动大概也四十分钟左右 那运动完之后可以吃几颗茶叶蛋去补充蛋白质 这样子 然后就不会打乱我的168形成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超级成功的案例 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 因为才几个月就十公斤 真的很厉害 对啊 我真的是觉得 就最近就看到他想说奇怪怎么 突然间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 好瘦 怎么回事 对那还想要再问一下安医师 就是很多人都说 就是在减重的时候 其实少吃碳水会比较好 然后又有一些低碳饮食 那你怎么样看这种就是减重的方式 嗯好 就是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 就是提高蛋白质很重要 很多人都吃不够 那所以其实碳水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点 就是其实现在的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饮食 都是碳水太高了 那另外的话也是已经有蛮多研究 就显示说高蛋白低碳水的 这样的饮食方式比较不会负胖 因为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议题 刚刚有提到的 对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设定点嘛 比如说一个很胖的人 他的瘦体素会失去功能 会有瘦体素的阻抗 然后身体很多的发炎物质 然后那些发炎物质 它到我们的中枢 会把我们的那个体重点 再把它提高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胰岛素也会变得没有用 会越来越高 然后所以其实啊 肥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长期来说 就是希望 就是达到一个好的饮食方式 不然的话 很多人啊 就是好的饮食很重要 就是因为之前就有一些研究就发现 有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科学家 他在监狱里面 他就让这些囚犯 就是无限制的 一直吃一直吃 吃几千大咖 然后一直增加 就发现说 他只要增加到一个点之后 体重居然就不会再上升了 因为其实我们人就有一个恒定的 然后去研究就发现说 哇 这些人啊 他就是吃这么多之后 他的热量啊 他的那个基础代谢也狂增 对 然后再相反的 他去做了一些研究 就让这些人都一直低热量饮食 低热量饮食 就是限制热量 限制卡路里 就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那个热量 就是他的那个基础代谢 也下降了非常的低 所以导致说 有所谓的溜溜球效应 就是基础代谢下降了之后 减重就会停住了 一旦正常吃又恢复了 所以其实不管任何的减重方法 应该都是要 可以去对抗我们饮食的那个 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设定点 然后是可以长久 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 就是还有哪些 会去影响我们的设定点 其实我不知道云晨 有没有做到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睡好 睡好 那怎么睡 怎么样算是睡好 是要睡满几个小时 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对啊 那通常就是 至少都要睡七个小时 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 这是很多的研究 就是你们去看那些轮班的人 就是只要日夜颠倒睡不好了 几乎体型都会有一点胖 三高都会比较高 因为在这个 就是睡眠不正常的状态之下 压力大 身体就会有一些皮脂醇产生 就会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就会让我们的这个 胰岛素阻抗啊 受体素失去功能 那另外啊 退黑激素也很重要 光线 就是我们适当的光线照 才会有这个退黑激素的产生 可是如果常常 比如说晚上啊 那种灯光都太亮啊 不够暗啊 然后白天没有晒太阳等等 这样的混乱的状态之下 也会让我们这个 容易会有胖的问题 所以其实 睡眠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起码要睡满七个小时 对对 刚刚刚就是说 就是光照啊 那到底像 那种睡觉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 有灯光啊 就不要不要太亮会比较好一点 睡觉的品质 对对 睡觉品质也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白天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去接触到一些 对要适当的晒太阳 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实你看 像这些好像都跟体重没有关系 可是其实是反而是更重要的 因为在 因为其实就刚刚有提到啊 就是通常减重的病人 如果你问他 有没有减重 他通常跟你讲 有 我减了好多次 就是甚至像之前 我有遇过一些病人 是做那个 就是已经做了胃切除了 对他也是可以 再让自己胖回来 对 因为不是都小到 我那时候有去 一个记者会有听 那个病友他就这样讲 他说他现在好像 只要吃四颗水酒就饱 我就四颗 就觉得说怎么 食量变超级小 他们还是可以再胖回来 还是有再胖回来的 对可以 然后或是喝的 喝甜的 吃那种就是流脂 高热量的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体重是一个 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其实可以成功 不过反而不是用结实 或是其他的方式 而是去调整生活作息 当然就说一个是 进食的顺序嘛 还有用餐的时间 睡好 睡饱睡满非常的重要 压力大真的很容易胖 要睡到七小时 我都觉得好像有点难 因为我最近都超晚睡觉 就习惯熬夜 然后可能又 也没有说睡很晚 因为其实我们一早就要开始 各种就是 最疫情的消息 所以其实 就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试试看 就是要让自己 可以短时间的放松 就是 有没有听过636 就很多 比如说正念想法 都是一样的 就是当自己很忙的时候 可能你们会觉得 这个跟减重要没有关系 可是反而是有关系 压力大或是突然 因为很多人压力爆表 就会想要吃东西 因为刚刚提到 就是吃完甜的东西 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 所以当自己很忙 很想吃东西 或者心情很烦躁的时候 其实就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然后深呼吸 不是只有深呼吸 是好 就是吸气 鼠六下 然后hold三秒吐气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很专注的 在自己的呼吸 这是一个 对对 叫进行 这是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方法 可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安逸师都是用 这种方式来面对 就是课业还有看诊 还有教书的三重压力 对我想起来的都是 最近我比较认真了 对不然是真的 之前就刚 我之前其实在这 就是去年年底开始 运动跟饮食控制 才又瘦下来 就是之前还是都是 稍微微胖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我只要压力一大 就会开始吃 报告交不完就开始吃 疫情记者会结束 然后到下班 可能七八点 就开始就说 不行我一定要吃东西 可以乱吃 有我常看到乱吃 有耶 对所以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你 就是可以多吃 比如说饿的时候 你就可以 真的很想吃 你就先吃一个蛋白蛋 先吃一颗茶叶蛋 然后灌水 对 然后你等 你等到消化过一下 你也不要一直想食物 就是你就等一下 然后再仔细的看 自己真的还那么想吃 去观察一下 自己的感受 自己沉淀一下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 虽然我们都想要减重 但不要把 那个重点放在体重 就是要想 这有研究 就是当你决定了 我今天就是要当一个 健康的人 体重 体重很好 一太很好 当你有这个想法 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这就是减重成功的第一步 第一步 对 了解 可是爱因斯 你是不是也有说 就是如果要减重的话 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体重 没有没有 这个 那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身体会有一个定位点 那我们没办法决定 对 所以 那个定位点 就是 这个其实是很合理的 想想看以前 比如说 好 我举例来说好了 现在就发现 很多那种 就是太平洋的民族 他们都非常的严重的肥胖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 这几十年来 就是食物西化 很多的那种高热量的食物 好 那可是为什么这些太平洋民族的严重肥胖 还有像比如说美国好了 他们就是黑人跟白人比起来 就是黑人的肥胖是更高的 那其实就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 因为在这些 比如说 以前的那个年代 要从 就是把黑人嘛 非裔美国人 把非洲带过来的时候 光是这个传承啊 就非常久 死掉非常多人 都是好几千 好几百万人 这样子去死掉的 你剩下的人是什么 是非常会适应的 就是很会储存脂肪 对 然后 对 很厉害那些人 对 可是在这几十年 突然都大转变了 原本这是我的优势 我很会储存脂肪 可是现在反而让我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胖 对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有个设定点 那所以有很好玩 像比如说妈妈 在怀孕的时候 太饿 很长肚子饿 或是妈妈太胖 都会让小朋友长大 比较容易胖 怀孕的时候 对 对 所以其实也不能饿过头 也一定要忌口 所以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设定点 那因为我们的大脑 下氏球会控制我们的食欲 所以其实很多人 他吃了 并不是他需要的 就是我觉得我想吃 我觉得我很饿 所以都不是需要的 所以为什么要现糖 就是这样 因为像 像很多那种 就是早餐 我讲我们的那个 台湾人很常的早餐 比如说老人家 稀饭 加一些菜 小菜 对 对 对 或是说那个早餐 像我今天 今天早上的一个病人 我都会问他们说 一个阿姨 我就说你吃什么 他说 我吃了汉堡加蛋饼 对 然后像这种都是高淀粉的 然后这种高淀粉的东西 吃下去之后 然后血糖就会飙高了 都没有蛋白质 血糖就这样飙高上去了 接着就会很容易再掉下来 那在我们这个糖 血糖从高掉到低的过程 就会觉得饿了 所以这时候就会很多那种 就是学校啊 学生都会说 吃点心是正常的 其实是不对的 如果说你是吃了够的蛋白质 好的营养 就不会有那种血糖 起起伏伏 然后会觉得很容易饿 所以其实我们很常时候 我们体重有一个设定点 然后我们饿不一定是饿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设定点 我们的自我保护的机制 在告诉你说你要吃 希望你能达到那个点 对对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突破 就是不要被这个点给自占 所以其实 对所以其实 再回到刚讲了 就是绝对不是结实 绝对不是 也不是少吃多动 是什么呢 就是刚提到那些 你要摄取好的营养 好的营养 然后另外呢 就是比如说 像运动的概念也是 上一集有提到运动 所以运动并不是 当然以前的概念是说 我运动要增加热量的消耗 我就会瘦 但其实运动的确会增加热量的消耗 但其实运动完之后 可能会更饿吃更多 就没有效果了 运动本身 它的好处在于减重是 它会提升你的肌肉量 提升基础代谢 接着就会提升 胰岛素的敏感性 对 然后来间接来去调整 我们的设定点 所以你那个设定点 就会慢慢的下来 对对 然后还有包含钢体的 就是不要我们 不要让我们的这个 皮脂醇越来越高 然后就要睡饱 睡觉很重要 对 然后要吃好的食物 那包含钢体的 Omega-3 丰富的食物等等 都很重要 那像医师 你也有提到 就是其实有些人 不是会遇到卡关的时候吗 那种时候 通常又要怎么去突破它 就是你好像瘦了一阵 就停滞在那边 没有办法下去 对 因为这就提到啦 这个真的很常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 就是有个点在那边嘛 那当你一直瘦下来的时候 你的基础代谢身体很聪明 为什么算热量卡路里会没有用 因为很容易会失效 结石很容易失效 因为当你越瘦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是会硬是 会调降你的基础代谢 所以你原本觉得 你少吃500卡 应该会一直瘦下去 身体很聪明的 它会保护你的 所以它这时候 就让你基础代谢停了 其实更低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们每天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能量的消耗 并不是靠运动 那才不到10% 我们大部分的热量的消耗 是基础代谢 大概占70%左右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卡关的时候 通常啊 我会在 因为每个人都不太 不太一样状况 刚刚就提到 很多人都是那种 想说我要节食瘦的 那个就很容易卡关 如果说我吃 就是吃对 吃营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体重下降的话 可能是比较不会遇到 卡关的那种问题 对对对 然后蛋白质吃够 运动 睡觉 吃 然后再稍微减少 精致的碳水 精致的饮食 碳水化物 就会慢慢的瘦下去 那至于如果再遇到 卡关的话 其实就可以再增加一些 比如说激励的训练 大重量的训练 了解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刚刚 医师有提到 就是妈妈嘛 其实像是我们年纪 增加以后 就是说什么 有一个说法是说 新陈代谢会变慢 然后不论吃什么 你少吃什么都会胖 那如果说像是我们年纪 比较开始 不像亲手女 或者是像刚刚说的 就是生完小孩的妈妈 那他们要怎么样 调整饮食 才能够达到 增气减脂 会有一些建议吗 就是年纪越来越大 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就是跟大家 很抱歉的一点 然后那个 其实代谢 也不会差到哪里 所以这是假议题 有一点没有那么 真实的议题 就是 对对对 所以年纪大不能牵托说 我代谢不好 对对对 因为在不久之前 有发 就是有一个研究 然后就推翻了 大家的一个认知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年纪越大代谢差 我妈都一直这样讲 没有没有 后来就是有一个研究 他去收集了六千个人 八到九十五岁 而且他们是用了一个 非常准确的一个 就是测量的方法 双标水测量法 就是去测量他的代谢 就发现说 其实就是我们的代谢 大概是在一岁的时候 是最高 然后接下来慢慢的下降 二十岁就差不多 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直到六十岁 又开始下降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代谢率 就是下降没有那么多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 很多 尤其是台湾 有一些研究甚至发现 就是这个没有这么大的研究 但有一些疑似 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 基少症可能有到二十八 就六十五岁以上 很高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因为肌肉少了之后 我们的基础代谢也会降 所以其实这个是有点恶性循环 而且刚刚又提到 因为台湾真的很常 就是我夹着就清淡 结果都吃什么 青菜水果 对对对 所以就导致说 肌肉量也下降了 对所以其实 简单来说 就是代谢其实不会掉那么多 如果掉可能就是因为 长期都是 就是训练不足 然后蛋白质又补不够 所以只要按照我们刚刚 先前所讲的那样子去 就是可能针对蛋白质的补充 其实可能就不会说 会再面临就是我们吃什么都胖 我们已经就吃很清淡 那种问题 对而且很重要就是 就是因为刚刚上一集 有提到糖饮症 很多 你们可以试试看 各位听众们也可以试试看 去看看自己有没有糖饮症 对糖上饮 好像不吃不渴 比如说感恩 可以回上一集 对对对 就是所以其实 就是糖这个东西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如果透过正确的饮食 然后低碳水 它的效果就会慢慢出现 了解 天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获很多 就是其实听这样 我不知道因为觉得你这样 就是太有说服力 而且就觉得其实听你讲起来 好像这样吃也不是那么的困难 是可以慢慢一点一点来改变试试看的做法 就觉得好像离能够成功往 比较减重的方向 好像又可以再迈进一步 如果说痛友们有听的话 也可以回家跟着试试看 那重点是我们上一集的节目 就是云成有去专访安医师 然后也有分享一些就是运动 要怎么样做一些运动的动作 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像训练腹部啊 然后训练手臂的肌肉啊 这个我们 核心肌群 对这些我们之后都会放到 我们的IG还有YouTube 然后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 其实我也有看安医师怎么做 然后她其实我觉得 或许我回家也可以试试看 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困难 感觉可以一点一点的开始来尝试 这五套动作都是可以在家里自己做的 就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安医师来这边 那我们的通通飞走了 也要在这边告一段落 如果喜欢我们的Podcast 请赶快追踪通通飞走了 可以在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跟评分 也可以追踪我们的IG PainPainFlyAway都会不定期更新节目相关资讯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 有问题也可以私讯IG小盒子 我们都很乐意帮你解惑 痛痛飞走了 我是巧兰 我是云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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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